我们的同宿舍有两个女孩子是信主的 她们问我要不要信 我说好 我来信 然后她们说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来爱 人人都有罪 不配上帝的荣耀 当这个事实终于被中国人看见 当一个中国人终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需要上帝的赦免和生命的洗礼 这对于自古缺乏忏悔意识的中华民族来说 是一场多么深刻的心灵变革 我有一次喝酒 我喝得特别喝了一吊就打嘴了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就是从一洗澡之后吧 酒也接着真是厌厌就厉害 有时候呢 我们两个打仗的说话 有时候骂人了 也骂不出来了 最后一次打架的时候 我自己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然后我就想 不如去信耶稣吧 如果信耶稣不生气了 然后我们两个再一块哭 如果信耶稣如果不管用的话 活着去死 活着去离婚 我们到现在已经信了有六年了吧 现在我们夫妻挺好的 心中不大的 不大的 不头不膜 也不抢膜 没点不行 没点 令人惊讶的是 不管是乡下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不管是堕落的个人 还是破碎的家庭 只要到耶稣这里来 就得着一种新生命 有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 也比较灰心 觉得他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 反而更败坏 保罗说啊 他说他是一个罪魁 好像我也是 看那个米兰昆德拉的那个 那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啊 他就讲到 他说男人哈 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去发现所有女人的美德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 在所有女人的身上去发现 一个女人的美德 那么既然我在一个女人身上 发现不了所有女人的这种美德 那我就是来选择了第二种 就是在所有女人的身上 就发现一个女人的美德 结果真的是越陷越深 这是一个罪魁深重的人 不单是在伤害 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通给你的 一个妻子 而且真的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 在盲目自己的良心 但是又无法来摆脱这种事实 觉得好像两边啊 三边啊 或者是特别可能都得照顾到 这个东西是非常累 后来又觉得离婚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结局 一个结尽的一个办法 可是但是虽然我嘴里的喊 我说离婚 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 神给我那种力量 那种忍耐 就是对于他的一些恶言的攻击啊 这些 我们要是患者 我以前的我 我不可能忍受那些 但是我想那时候我有忍耐 他攻击我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 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就祷告 就求神改变 他信主之前的时候 我不撒谎 他也认为我是撒谎 要跟他解释很多遍 就是我不是去那个什么什么 我是去那个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他信主以后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力量 就是这个 他 他非常相信我 我说我要出去 他说你去吧 后来我 就是我看到他那个 看到他那个面孔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敢在他面前撒谎了 信了以后 那个 心里有平安 然后就是 一点都不感觉到 这个有什么事情 值得你生气 就是有时候 我也是找些话题 我找些这个理由来 就是希望他能跟我成为成 结果就发现 他跑了 跑了 然后就出房 到厕所去祷告 然后 一样 我说这个不可能啊 我说一个 我说这丫头 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胜过啊 他在生气 他发火 然后我在对面 我不肯胜 我就在那祷告 然后求主 把他的火气 给他降下来 然后 特别勤奋 我就眼看着他那火 他出来 那个火气的那样子 那个火就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呢 他还 他叹口气 哎呀 他又过来哄我 我就心里 特别感谢主 我说这真的是 神在改变 神在我们中间 谁听我的祷告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我常常为我 这个流泪祷告 有一天神给了他一句话 不要爱哭 我必将他从地国带会 4月10号98年的 那一年的那一天 是耶稣的受难日 是我们两个人的 结婚纪念日 他去聚会 然后我说晚上 我说北京太乱了 我说那个 我送你去吧 我心里想我送你去 然后就 在外面坐着 让你回来 我再送你回来就行了 结果去了以后 人家就把我 请到最里边 在坐着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跟 我就跟媳妇说 我想做个祷告 我说怎么做 然后他就 带我到厕所里 然后我们就 跪在那 他说你认罪 然后我就认罪 然后他说 他从那边看到我 那么哇哇地哭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他那里哭认罪 开始还小声音抽气 他把听到了 然后后来干脆放开了 啊就哭 我觉得天上就像 一个活动的那个书一样 然后我的每个罪 真的是认了这个 然后花他拿开来 然后认那个 认那个 就好多我以前 记不起来的那些东西 都记起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 我说上帝真的是 要是再晚一点 决定或什么的话 我估计我 我都不知道我死在哪 我们俩都来到 主的面前以后 你才知道 我们真是 完全在一个 新的生活里边 非常的光明 美好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 爸爸在这里 现在我觉得 真的是沟通非常好 他也明白我 我也明白他 然后就是体会 那个上帝说 二人合而为一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 然后我们一起来 靠近神的时候 这个非常好 我原来发现 他不是那么不容易沟通的 他也是那么需要 就是说被爱 而且我觉得就是 真的我把感情 就是放在他一个身上 就已经 我觉得这已经很完整了 有一次 哎呀我就对那些说 我说真的是我找到了 那种初恋的感觉 上帝是很奇妙的 他让爱进到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 真是从撒旦的手中 把我们救出来 然后使这个家庭 恢复了那个 真的是像伊甸园的那种生活 就是没有遮探的 就是没有遮探的 像以前我可能 把我的手机 呼吸 都要隐藏的 就是生怕 接错了电话 然后就意外发生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 当我出门的时候 我可以把手机 把呼吸全部给他 我说你给我回电话 你给我干什么 你成为我的小秘书 然后我也成为他的小秘书 互相之间没有隐瞒 没有隐藏 就是身心灵的一种 完全一种结合 人类的头脑 也许永远弄不明白 为什么十字架上的耶稣 具有如此巨大的 生命更新能力 然而 人类的心灵 却一千次 一万次地经历着 这种更新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也不例外 也没所有离婚 反正是就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就是按不幸的上 很危险嘛 在深圳搭理 那个工作觉得很有自己的位置 几乎就没有把家里的孩子和老公放在心上 就到了快离婚的那种地步 也就觉得挺没意思的 我印象中 我父母的生活 他们两个就是说 就是只是凑合在一块过日子 就是说 我看不到 就是说 这个家庭有维持下去的必要 我太太接受住最晚 我太太看到心中以后 我有变化以后 太太的心中 他说 你回来看我一下 看得我变化 你就知道我的信仰了 我说信什么 我说的 你又抽烟又喝酒 我说你从来不懂得爱别人 别那么 拍到 词 解 跟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